我們的重要的球手林哲軒 因為林志堅的失誤失政無方 導致球場裡面這麼多碎屍 他飛撲的時候受傷 左肩受傷 決定要開刀了 至少保守估計要休息八個月 林哲軒他已經連續好幾天 從事發到現在沒有一個晚上睡好 心情非常沉重 因為他的職場生活 大概就此畫上句號 他才三十幾歲 小孩剛出生沒多久 他的人生就到這裡了 來看一下他的臉書 他一找 他一定是都沒有睡覺的情況之下 寫了這一篇 這幾天真的沒有辦法安穩睡覺 只要想到今年接下來 沒有辦法在酒場上面繼續奮戰 心情就很難過 回想之前在美國打拼 球場都不會是球員需要擔心的問題 所以可以毫無保留在球場拼戰 他從來都沒有想過 飛撲會導致他左肩受傷 左肩受傷要開刀休息八個月 導致他的球場球員的生涯 可能畫上句號 所以造成職壓生涯的結束 受傷開刀這件事情 從來沒有想過會發生在自己的身上 既然發生了就要去面對 希望他的傷勢 可以喚起大家對球場安全的重視 希望球團聯盟相關體育指導單位 重新檢視我們球場的公共安全 關鍵看到第三段 真的是心酸 會為他流淚 這麼一個認真的球員 拼了命打球的人 怎麼會因為這樣的事情 斷送了他球員的生涯 他說得知自己的傷勢之後 老婆當天傳了訊息給他 除了很心疼 也擔憂的跟他討論 如果未來無法百分之百 恢復到球場上 甚至提早結束職業生涯後的計畫 就是已經想一定會結束了 小孩這麼小 結束職業生涯之後怎麼辦 然後回完訊息之後 他靜下心來好好的思考 才深深的感受到 球員真的很弱勢 一個受傷就會讓前面 辛苦累積的一切都化為烏有 當時他受傷的照片在這邊 他月薪是53萬開刀至少保守 估計八個月復健 但是這個球技顯然就是報銷 球員要付他薪水 不過就算付他薪水 下一季要評估的時候 下一個合約要評估的時候 他沒有表現可以評估 林哲軒受傷的當天 他真的是很有風範 他還安慰大家 反過來安慰大家 他買飲料請大家 就林哲軒請大家喝飲料 但現在在自由時報裡面 特別去挖出了網友的意見 他說網友說奇怪了 比賽前球員都說滿意 出事了才說球場爛 他特別引用了其他媒體的報導 說你們不是說體驗都不錯嗎 改善都已經滿意了 怎麼現在出事了才來球場爛 自由時報開始帶這樣的一個風向 不演了新聞台裡面 也有讀者投書說 他們撿出來的石頭 居然是長這個樣子 還有人去比對說 這些石頭不是小碎石 每一顆都比50塊的硬幣 都還要大 我在這邊講 如果政治人物把這兩桶吞下去 大家就會原諒你 楊明你怎麼看 我們先講林哲軒 因為他今年是所謂的合約年 什麼叫合約年 他2020年跟富邦漢將續約兩年 那兩年 合約年是什麼樣的概念 我們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好 剛剛講到一半 揚敏特別講到林哲軒 今年是他的合約年 所以是智偉的關鍵 對 就是說為什麼他第三段 他的這個第四段 他的老婆會跟他講這一段 就是因為他今年的表現 是決定這個球團 年底球季結束之後 要不要跟他續約 他明年能不能繼續打直棒 是要看他現在的表現 結果他現在報銷了 如果他傷勢到明年球季出 沒有辦法復原到原本的水準 可能球團會跟他說 不好意思 請你另循他救 他可能要被釋出 那如果他被釋出 又沒有其他球團找他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他的年紀也三十幾歲了 就算這個傷 八個月之後復原了 你能不能回到之前 受傷之前的水準 這個可能他自己也很擔憂 對 所以我說 他的年齡其實以野手來講 還不算太老 他才三十三 三十四歲 他其實至少還可以打個五年 沒有問題 尤其以他的身手 所以如果今天這一次導致他整個職業生涯報銷 賬要算在誰的頭上 這不是醫藥費 支付那個醫藥費就能解決 你是賬送一個 我看林志堅今天再一次講到這個事情 他還是強調只有醫藥費的部分 不是 他能做什麼 難道去真的把那兩桶石頭吃下去嗎 對不對 他如果吃下去我支持他 安排他當體育局長 安排他當體育局長 那他要先選上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因為這幾天大家看到匪夷所思 這個十二億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這些錢 雖然看對比十二億是比較相形 是比較小 但到底是怎麼用的 有沒有中保私囊 現在傳出來一千五百萬的虎林 已經在新竹 新竹市的虎林檢疫棒球場的工程 最後的投手丘本壘打擊區的 要把它做完 居然是靠學生去把它做完 很奇怪 那你到底一千五百萬人是怎麼發包的 最後的收尾怎麼會是叫學生來 然後市政府的解釋也很怪 他說沒有啦 我們是因為你以後要用 要用的人來 我們這個是做中學一起協調 一起來施作 一千五百萬這樣花 新竹市這個棒球場 市立棒球場這一次開幕的活動 居然不是市政府招標 他委託一個國小去辦理招標 那為什麼市政府不招標 而且他金額是高達五百多萬 只有一家廠商來投標 而且這家廠商還限制性招標 他得標 投標得標金額還一模一樣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新竹棒球場開幕的活動 真的蠻吊詭的 他居然是一個標案 在五月二十四號結標 原定六月十八號要辦開幕活動 那這個金額多少 五百六十萬 就一家廠商限制性招標 就他來投標 他得標 得標金額都一樣 然後大家問說為什麼要委託國小 那委託的國小是舊社國小 在兩公里之外 但球場旁邊距離只有110公尺的名副國小 那你怎麼不找他呢 要特別找國小 而且你為什麼市政府自己辦就好了 要請國小來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所以當地的議員就質疑說 你是不是要掩人耳目 要規避監督 還是說你是能力不足 所以你要國小來支援你 楊明這怎麼回事 其實這個是現在這種所謂的教育 尤其教育機關的常態 你看像這個實在厲害 他們就發現像新竹市 什麼活動都是國小才辦 你看 除了這個後面什麼兒童節禮物採購 這跟學校小朋友比較有關 上面什麼萬聖節 什麼什麼 這些跟這個 為什麼是學校來辦 是你市政府的活動 你為什麼要學校 還有燈會 燈會 大家好 我是謝大舟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